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近日確診病例 疫情看似趨緩 有學者渴望6月28號可以降成2.5級 對此台北市長柯文哲有行沖沖 認為現在一放開 確診數字就會再飆回去 中央現在應該在頭痛這個問題 雙北的疫情是這樣 它是慢慢控制下來 可是現在就是說 大的感染 熱區大概沒有 現在就是說躲在這種社區 很多潛藏的感染源 那當然是這樣啦 如果一放開你知道 我認為會再飆回去 所以是這樣啦 這個到底要清到什麼 就算我們這個清零計畫 到底清到什麼程度以後 才可以開始 降低這個管制的label 管制的程度 還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啦 這也是 戰略上要思考說疫苗什麼時候會來 如果你跟我說疫苗 一個月內就會進來 然後幾百萬進來 我就會主張撐到打疫苗 如果你說這疫苗到明年上半年才會來 那我就要算一算 哇這還有6個月 那也許我就要轉過頭去很 發很大的力氣你知道 把這些感染源一個一個清掉 但是還有一個很困難的很實際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你知道齁真的是同島一命 因為不管 這交通四通八達你知道齁 台北解除管制 那其他地方沒有解除管制也不是 就是說要解除管制要同島一起行動 但是這個就很麻煩你知道 就是說變成大家的疫調能力都要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大家都要把有能力把那些社區潛商的感染源都可以撲滅 柯文哲他言這是非常複雜的考慮 大家要一起撲滅感染源 雙倍不太可能單獨行動 也要考量疫苗核實來 中央必須做綜合考量才行 記者問俊台北報導 但是我支持這不保�� 稍後面的探討 合而恨 另一位 記者說 並且 為了 我們 姚 今天 谢谢大家